每一个人想到家 就好像现在的人 一想到汽车一样 他所浮现出来的汽车 是不一样的 你看西方人的家 他只是18岁以前 他所依托的 一个成长的场所 因为他们多半 18岁以后 他就要离开家 而且从此以后 跟家人 他的关系是会改变的 我们中国人 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家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跟家人 一辈子不会改变 很多人就说 中国人你看长不大 那本来就不需要长大 只要有父母在 你长大干嘛 这是因为《易经》 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启示 《易经》怎么说 社会人群最小的单位 不是西方人所说的个人 不是 他是家庭 这样我马上想到 为什么小孩子在外面 说错话 做错事 我们不会骂他 我们专骂他父母 很多人又很不以为然 小孩子做错 怎么骂父母呢 他不了解 中国人对家庭的看法 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 小孩子谁教的 父母教的 而不能把这人推给老师了 老师是他六岁以后的事情 所教的是知识 家庭是负责道德的 学校是负责知识的 所以我们又误会了 意志而教 好像我这小孩 我教不了了 你去教吧 不是这样 意志而教 是指知识方面 而不是指道德方面 道德方面 妈妈是第一个 小孩子学习的对象 其次就是爸爸 所以这两个人 跟小孩一辈子道德的成长 绝对是密不可分 我们再说一遍 小孩子在外面 并不代表他个人 他就代表这个家庭 甚至代表这个家族 所以小孩在外面 说错话 做错事 该骂的是父母 那这样我们就觉得 做父母很辛苦 不错 所以中华文化里面 只有孝经 没有词经 因为父母很辛苦 小孩不能去挑剔父母 你怎么跟我吃 这么差劲的饭 菜 你怎么给我穿 这么很难看的衣服 你怎么给我穷 你怎么这么愁 不可以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 教人家怎么当父母 愧对圣贤 那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